大家好 今天就想講一個英國的題目 為什麼呢? 我之前就是報導過 有移民顧問公司 其實每年都出一個報告的 就是什麼國家 移民流出最多 其中就是移民流出 除非你是偷偷客 如果用合法途徑 大部分都是中產或富人 今年全世界移民出外的國家 第二位是英國 比俄國還要高 因為俄烏戰爭 就已經很多人走了 當然俄國 富人要走也不容易的 現在合法地走是很困難的 很多非法偷套 那些就算不下去 但是如果合法地走 全球第二位是英國 第一位也是眾望所歸 當然是中國 中國長期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 都是高據榜首的 有時候非法的可能印度 巴基斯坦和中國會競爭 但是合法來講 過去的大部分時間 十幾十年都是中國 可能排頭一兩位 那麼英國 其實就不是新聞 就是富人走 因為脫歐開始 英國的富人已經下跌了 比於脫歐前6% 而同時期 美國的富人 所謂富人 就是百萬美元以上的富人 不算這個 房地產 是的 房地產 就是你的淨資產值 流動資產要有百萬美元的 美國同時期 過去的十年 十年人士幾乎 是升了65% 跟美股做好應該有關係的 那麼英國 英國跌了6% 所以今天我請了我的朋友 Janet 因為Janet研究這方面的數據 也是很有經驗的 我想跟你聊一聊 有人持觀歸故你 有人留夜廣播場 每一年來英國的人就很多 非法移民為例 今年來英國的非法移民坐小船進來 就是高達百萬多人 就是很多來自勞昂達 非洲 埃塞羅比亞 巴基斯坦 敘利亞 那些人就想問坐小船進來 烏克蘭就不用了 烏克蘭因為有移民 就是有難民計劃 但是剛才那些國家 就是坐小船進來 就百萬多人 但是同時間英國的富人移出 又真的越來越多 我想請教Janet 英國人移出的 當然我相信有很多是歐洲人 因為以往未脫歐前 歐洲人移居英國就很常見 也有不少英國本地人 那麼英國人移民去外國 會去哪裡呢? 其實他們首選 趙博你說得對 首先你很感謝你邀請我 很開心 很大壓力 你這麼厲害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回歐洲的 但是你猜不到 其實第一位在這個Dubai 在這個UA入面的Dubai 其實二三四位那些都是歐洲的國家 特別是生活成本低一點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 其實因為如果你說稅務的原因的話 他們會選擇 杜拜或者新加坡 很合理 但是生活成本低 其實是他們其中一個離開的原因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這些地方 況且很多他們本身是在歐洲移民來的 他們本身都可能是可以通過他的父母 或者已經有歐盟護照 這是非常簡單的 那麼我也理解是 因為為什麼今年突然說 飆升了這麼厲害呢? 和保守黨在他執政晚期 就是跟從了工黨的政策 因為工黨主張廢除浪當 所謂浪當就是說 原本有些人只要達到某些資格 很複雜的 因為這個制度已經走了二百多年了 那麼你在海外的收入 譬如說新偉城的太太 前首相新偉城的太太 就是來自印度的富豪家族的 那麼他們只要承諾 跟稅局說 不將他的收入帶來英國 而他只是在英國失去了英國本地 一萬二千多磅的免稅額 那麼海外的收入不需要計算英國稅 那麼其實以往 因為二百多年的制度行之有效 導致很多歐洲或者來自中東的富人 都在英國生活 而他海外的生意 就繼續營運 不需要交英國的稅 因為英國的稅率比起那些國家 尤其是中東國家或者亞洲國家 是高的 所以以往就有這個制度 但是突然間保守黨就跟從了工黨這個政策 就廢除了 結果就導致了 那些富人在外國有生意 或者外國有收入的人 就是一天生意 一天就租金 或者是股息 其他的收入 就雞飛狗走 因為譬如說新加坡 他是根本沒有股息稅的 如果你拿著一堆美股 你是英國住了 你就要給增值稅了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放在新加坡 或者放在杜拜 放在其他國家 放在香港 那就不用收股息稅了 那些房地產租金也是 所以這是一個政策導致 而工黨上台 大家預期工黨 可能會增加遺產稅 或者增加其他富人的稅收 所以導致這些人雞飛狗走 加上工黨就是在歐洲開一個先例 就是對私校學生徵收VAT 歐洲從沒有這個先例 是會對私人教育徵收VAT的 工黨會開 所以他們很多 如果要讀書 可能會去瑞士 那些小孩子 那麼去瑞士是一個好選擇 那麼如果你是歐洲人呢 回去德國 那些直接公立大學 免費了 法國也免費的 法國德國比利時那些很多公立大學都免費 而英國公立大學 費用也不便宜 無論你是本地 HOME FREE 還是OVERSEA 都比歐洲免費的也不是比歐洲免費的 所以以前留在英國 他們很多就是為了私校教育 就是讀BORDING SCHOOL 讀名校 那麼就覺得是一個選擇 所以留在這裡 是 而生意在歐洲或者其他地方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這個優勢了 所以呢 進一步會蠶食到英國的中產階級和富人 會離開 會導致英國經濟更加低迷 那麼房價那些也可能會受到衝擊的 其實是的 那麼所以 剛才你所說的 他們回歐洲的有一批 去杜拜的一批 那麼 回歐洲容易啊 因為譬如說我舉例 英國和愛爾蘭 本身是有居民互住的協議的 因為 以前愛爾蘭是英國獨立出來的嘛 所以為了保障一些本身的貴族 在愛爾蘭住 但是英國的貴族或者反過來 他們呢就是很長時間可以互住的 那麼所以現在有一些會去愛爾蘭住容易啊 或者本身呢他是為英國住 娶過歐洲的太太或者嫁過歐洲的老公 很容易去歐洲 歐盟護照定居啊 那麼去杜拜那怎麼辦呢 其實他有投資移民計劃的 你大約拿50多萬的美元 其實你投資房地產啊 或者開公司那些 其實呢都可以申請的 不過他就不是那麼容易讓你拿護照 他也是讓你拿個居留先 慢慢你再搞那個叫做永居啊 然後再搞入籍呢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呢 杜拜呢 他最吸引的當然是 他是本來就零啦 直接不用付稅的 那麼他最近呢 就剛剛呢 就是這些地方都是這樣 突然間殺你一個草售不及 政府就說 哎呀不要啦 你這些本來有一個free zone 是不用收稅的 你的公司在那裡開 就很著數 沒有公司的 他最近剛剛改了後 就說我不斷收你一點點 他就收9%的貸貸 那也是過去這幾個月發生的 那麼你9%對比英國也是低的 當然就算對比愛爾蘭也是很低的 那麼還有杜拜是一個 老實說他有很大的potential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有冒險精神 你不是去 brand name 大牌子的 你喜歡去這些新興的市場 其實Dubai我覺得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當然 就是我認識一些的家長呢 都會打算移居杜拜 但是他們就丟下子女在英國的 因為對杜拜來說呢 對英國的教育呢 其實也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加上可能女性 如果你有女兒在英國讀書 那麼你的風險很高的嘛 你帶上女兒去杜拜生活 是啊 所以我認識一些家長就是 他們自己的公司遷移去杜拜 然後自己可能就是 就是兩邊走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子女繼續在英國讀寄宿學校 那麼我就認識一些這樣的 這個也是一個省稅的方法 但是 當然就有犧牲了 你這樣省得了稅 但是可能要 本來的子女是跟自己住的 就是送回私校 但是變成要讀寄宿學校見面的時間 可能少了 就是有得有失的這個情況 但是我又真的知道 有不少的英國本地人 過去 或者接下來 都會很喜歡去澳洲定居的 因為天氣可能澳洲 陽光太陽 我一向都很多英國的英國 他有兩個兒子 都是在澳洲定居的 但是英國人可以怎樣去澳洲的新西蘭 這些國家呢 一定是去澳洲的新西蘭 因為只要你拿到澳洲PR 你已經是可以在這個新西蘭住的了 但是如果回到頭 你在新西蘭要拿到護照 入籍才可以在澳洲生活 嗯 那麼他們英國人 譬如說英國 我知道澳洲很吃香的 就是醫護行業 因為本身英國的醫護行業的人工 NHS就是 就是比世界各地也略低 那麼 所以是不是用這個 因為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通道呢 如果大家都是英 因為之前其實有唱過 說英聯邦可以互照互換的 但是唱了很多年都沒有發生過 那麼 其實是不是也是透過普通的計分制 專才英國人進去澳洲呢? 其實英國人呢 如果你普通 我想你可以trace back 到就是 很多都是專業的 其實他去了澳洲讀書 讀完書在那裏工作的意思 那麼他們找工作呢? 我想就容易過香港人去那邊找工作 因為本身就很多是英國人在那邊移了文去的嘛 即是說得難聽一點 你都知道澳洲開頭 第一批人去的那些是英國的什麼人去的 是不是? 即是那些他的祖先本身就是英國人來的嘛 那如果你說真的去讀完書找工作做的話 那我想英國人也不難的 那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是 本身做律師行的 很多英資行在澳洲是有公司的 他是亞洲的 那麽他會派一個英國的譬如律師 或者你剛才提到的 伊蒙那些 或者是會計師 這些專業的 就去回他們英國在澳洲的分公司做事 所以不是說特別難 是的 然後如果亞洲就經常可以出旅程 來香港 日本那些 那但是 就是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有很多人就拿著了英國護照 而他們拿著英國護照 如果再拿英國護照 移民去這些國家 有沒有優勢呢? 其實你用鄉 當然是看回他 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刻 投資移民那個188ABC都關掉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情況之下 跟任何國家 就是你A方和B方的關係好 來申請 當然是容易過 你那兩方是敵對 例如現在你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你拿著英國護照去申請去美國 當然是容易過中國 是的 就是國家的關係 因為以前的概念就是 發達地區的護照 去申請同樣發達地區 或者相對沒有那麼發達地區的護照 就算不是入籍 去拿定居權 或者PR 或者其他的居住權 都是容易一些的 但是問題現在就有一個質疑 就是英國的經濟 似乎沒有以往那麼輝煌 所以拿著英國護照 再申請到歐洲 或者澳洲 或者去杜拜 甚至新加坡 優勢還存不存在 會不會下降 我相信 我相信 申請移民 這件事 和雙方 政府的關係的發展 是經常都會改變的 你不只是說國家也沒有錢 而是他們兩個的關係是否好 如果你的關係好 就算沒有錢 老實說經濟是有週期的 但是剛好你申請那段時間是敵對的 制裁著的 反面的 你當然是難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刻 就是剛才我提到 你是澳洲人 拿澳洲永居 不用入籍 你就算香港人 你移民去澳洲 拿個永居 已經可以搬去紐西蘭 住了 但是反過來是不行的 反過來紐西蘭要先拿護照 你想想是不是那個地位 大家看到的高低 但是他們是兩個兄弟的國家 很友善的 在附近 就是這些自由政治的關係 是 還有我看資料 有兩個地方 都是英國人現在移出 其中一個熱門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才所提到的瑞士 因為瑞士教育真的出名 很多香港人都去瑞士 而且瑞士低稅率 第二個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 但是英國人移去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 雖然你說稅率低 但是生活成本也是很貴的 瑞士也是 瑞士你去麥當勞 英國麥當勞 吃一個餐都十磅八磅 去瑞士就變成 二三百港幣 又比英國貴一倍以上 所以 英國人移去瑞士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他移去瑞士 主要都是為了稅低 他就有一個平均的 只要你每一年交二十五萬美元 你就可以申請他的居留 但是他是絕對不容易給你拿護照 哪怕你娶一個瑞士的人 或者嫁一個瑞士的人 都不容易給你拿到護照 基本上不行 但是如果你說 你有沒有其他途徑 譬如去讀書 這些基本上全球都如是 你讀完書 你很幸運 那個國家給一年或者兩年簽證 你留下找工作 你找到的 那就可以留下搞居留 搞居留的 你住了差不多 那就搞入籍 但是瑞士 如果你說 剛才你看到 如果你是那些出名的足球員 出名的網球員 那你找不到幾億一年 阿朗拿道那些 其實他一年 真的要你25萬美元 flat rate其實也不太貴 那就可以申請一個居留 很便宜 如果對那些明星 富人 你可能找1億美元一年的 你拿25萬出來 然後封了頂 不用交稅 等同基本上是貼士 不用付稅 如果真的做到 所以可以解釋到為什麼富人 會去瑞士 不過最近瑞士是左傾 有些政黨就提出 要徵收富人50%的遺產稅 不知道是否成事 如果成事的話 這個可能就會對瑞士的生態 是有一個致命的打擊的 而今次離開英國的其中很多人 就是因為英國的遺產稅 本身是有望保守黨執政晚期 是說要廢除的 但是結果就 卓慧斯的時期就 有主張要廢除 結果卓慧斯就40天下台了 新委成的時期 到了後面 侯德偉 財相也提出過要廢除 但是最後因為他下台了 所以工黨就一定不會廢除 不僅僅現在工黨放了封出來 還要加遺產稅 所以這句 那就是叫做 是啊 所以導致到在英國 有一些遺產的人 又不願意交遺產稅 當然你不是做不到的 英國人有很多方法的 就是譬如說成立一些信貸基金 或者用人壽保險 用很多方法 但是變成成本就高很多了 所以其中導致到有些人就移去 瑞士或者新加坡 瑞士如果又有風險 提高遺產稅 可能去新加坡的人又越來越多 或者還有第三種移民 就是去一些極低生活成本的亞洲國家 你有時候去旅行 去泰國也看到有些洋人 白人洋人 拖著當地的小女孩 美女 拖兩個三個月 是啊 或者拖著小男孩也有 什麼都有 這樣的情況 所以去亞洲 比如說去印尼 菲律賓 泰國 馬來西亞 其實也有的 是啊 但是 對比之下少一點 對比之下少一點 還有如果為治安離開英國 有些人覺得英國治安不好 那又去過那些國家 那些治安又未必比英國好 我看你住在哪裡 老實說 英國如果 其實全球也如是 香港也如是 你住一個好一點的區 簡單說你的生活 當然是優勢 你的收入當然好一點 當然是你的鄰居也好 有錢你生活不仇的 無緣無故拿到一隻吉利的人當然少一點 全世界都如是 但是我想你說 東南亞的話 其中一件事他們不選 就是因為 他最多給你長期居留簽證 5年 10年 15年 有時候 很多可能英國的朋友 就會 例如香港去了英國的朋友 他想更多保障 他就可能會想有PR 或者入籍 他會覺得安全一點 因為你會擔心你的BNO 都已經說不承認 隨時如果香港的護照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沒有了一 又沒有了二 那你也想有三 我自己估計 英國的婦人說離開英國 很多都是 首先有錢 第二就是有家室的 因為有些人考慮遺產稅 既然考慮遺產稅就是有家庭 有家庭的人 可能都是以子女教育為首要考慮的 所以 杜拜雖然是第一 但是歐洲始終是最受歡迎的 因為歐洲的教育都不會被英國失息 而且公立教育 英國的特點就是他的稅收高 但是他的福利遠比歐洲低 所以有些人反正都是要付高稅 不如去歐洲 因為德國的稅比英國還貴 但是德國的公立教育 公立的醫療 相對比英國的質素又可能好一些 這就是英國的特色 就是他兩頭不到昂 因為英國本身在80年代 大卓爾馬卓安時期就是行資本主義 但是 後來又有工黨貝利亞執政 又回復社會主義 接著保守黨又回復資本主義 現在又回復社會主義 所以英國是兩頭不到昂的 既要交重稅 但是也沒有足夠的社會福利 然後又有不少的資本企業 但是又不夠穩固 一加稅的時候他們又會很快 很敏感 因為他們是做生意最穩定的 就是做生意的 就是一加稅他們就走了 其實這個是最容易理解的情況 所以英國的經濟可以預計 隨著這些富人越走 他的消費力 本地的消費力越低 越多店舖就倒閉了 那麼可能我覺得樓價或者外匯 其實也會有影響的 是啊 但是你想想我們其實現在不是說 只是影響英國人 有人求道力千山 有人自在就逍遙走 不過如果想著經濟不好回香港 又是另外一個很迷思 因為香港經濟也不好 是啊 香港結業潮 是啊 所以我看到最慘的是什麼 早一年半左右有些人 在英國就移民了 發覺不適應就回流 一回流回香港就買了一層樓 結果來英國已經花了一筆錢 可能花了幾十萬 一百萬 然後回來買了一層樓 一層樓 一年後看一看又沒有了兩三成 又沒有了幾百萬 是啊 又沒有了幾百萬 這個是最慘的 所以移民去哪裡都好 都要想清楚你的初心是什麼 不要 一時衝動 是啊 當然我贊成 當然是要想清楚 以及不要一時衝動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個 trend 其實現在是這個 global trend 來的 大家 我自己從來都不會跟別人說 香港不好 經常叫人走 絕對不會叫人走 但是你一定要有幾個叫做 就好像你說的 叫做 holiday home 後備 第二三家園 你有錢的 二三四家園 多不走 對不對 因為你真的永遠都想不到 突然間會 double 就好像你說一次 text 一次不夠 text 你兩次 然後好像 無端端很多事情 是令到一些 譬如像加拿大這麼大的移民國 現在加拿大都走很多人 英國你沒有想到 他可以第二位 最多富人走 他真的做給你看 所以你要是在 還有現在歐盟的國家 很多國家都是 將移民的門檻提高 還有像希臘那樣 他去年由25萬加到50萬 過多兩天 31號他就加到80萬歐 所以他要是加價 要是提高要求 要是就要 像你這樣 學歷很好 或者是一些專業很專業的人 或者很有錢的人 要不然你越來越難搞 你不要想像以前 你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大永遠都是這裡的人 其實現在是要將你的稅務安排 做生意的安排 子女教育的安排 以及你在哪裡住的安排 可以分開這樣想 那你就不會覺得一定要選一個地方 全部事情都要滿足到你 現在比較困難 特別是政府對人民的管制越來越緊的話 你也想不到要想什麼 明白 好的 今天多謝Jenny 我也是 謝謝你 很開心 為什麼會講起這個題目 因為這是我跟蹤了幾年的題目 就是俄國人 中國人 還有香港人 英國人移民出入的問題 想不到英國突然就飆升了這麼厲害 那麼 是想不到的 世事真的難料 不過也要適應的 因為住在英國也要適應的 政黨輪替其實就是很常見的 所以政黨輪替每一次就會出現政策翻天覆地的轉變 這個也難免的了 Anyway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Jenny 希望下次再請教你 好的 多謝你的接報 很開心 多謝大家 拜拜